好所以刚刚它是一个smart 聪明智能的footlight 脚下的灯光设置 放在床跟桌子柜子旁边 它就会帮助你开灯 让你不会掉下来 好这是第一个装置哦 这个装置是台湾制造 我们看第二个 来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fan 它说它是个风扇 长这样 那它是什么 它是个ventilation 什么是ventilation 我们看英文解释 它说这个fan 这个风扇can be put in the bathroom 然后它是放在厕所的哦 为了要take our bad smell 为了帮我们把臭味道 bad smell 厕所会湿湿臭臭的对不对 可以帮我们take out 可以拿走 可以抽走 可以拿走 好这边可以翻译成拿走 翻成抽走更好 因为它这个是个抽风扇对不对 它可以帮我们抽走快的味道 and the hume 什么是hume hume是湿湿的 潮湿的 它可以帮我们把潮湿的空气给抽走 and what is more what is more 此外哦 它可以是energy saving 它是个很省能的 来省能源 省能源的叫energy energy是能源 那saving是省下来 它是个省能源的装置 它是个省能源的装置 so you can turn it on all day long 这个装置你可以一整天都开着 因为它很省能源 you can turn it on 你可以把它整天打开哦 all day long no more bad smell 永远就不会有糟的气味 and the dark room 还有脏脏的黑黑的房间 厕所了 好所以这一题呢 是ventilation fan 就是厕所的抽风机 抽风扇 第三个呢bicycle rack 什么是rack r-a-c-k 看图片的印象 应该感觉是这个支架 对不对 好那是一个脚踏车支架 bring your bike with you when you are go traveling 跟你去旅行的时候 把你的脚踏车bring bring your bike with you 把脚踏车随身携带 the bicycle rack 这个脚踏车支架 它能够be fit fit是装 它能够被刚刚好的fit 它能够合适 它刚好可以装呢 for any type of car 它可以被装在任何脚踏车 任何的车子的顶上 它可以放在车顶上 然后再把脚踏车 再把脚踏车呢装上去 好这是它可以fit 它可以完全的适合 各种类型type of car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 最后一个 好它是一个serving 它是一个serving服务的robot 它是机器人哦 这一个第四个 它是一个能够提供服务的机器人 它说呢 that's the robot bring you what you need 让机器人来bring 帮你拿你所需要的 what you need 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bring what you need such例如说什么呢 meal 它会帮你拿餐点 还有drink 它帮你送饮料 它帮你送newspaper 它帮你送报纸 it will never forget your order 它永远不可能忘记你的订单 你的order 你的命令 你只要下了命令这个机器人 robot 它一定会帮你做 and it will never get tired 而且它永远不会累 好来这四个产品 好这个ventilation 它就是通风扇 human潮湿 rack 价值 好那我们看看例句 nick呢 is planning to go cycling around taiwan but he need to drive a car at the same time so which product that he need 你看哦 想骑脚踏车又需要开车 哪一个产品适合他 这个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找bicycle rack bicycle rack C出来了 答案就是C rack 支架 再来呢第二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out the serving robber is not true 请问哦 有关这个服务机器人哪个是错的 it never get tired 他不会累 it can bring you newspaper 可以拿报纸给你 they can take order 他们可以帮你点餐 take order翻译成点餐哦 好再来 they can chat 他们可以帮你点餐 他们可以check with customer 他们可以跟顾客聊天 一看就是猪选项是最明显的错 没有讲到聊天这件事啊 所以答案是猪 没有聊天这个设定 好最后 where can you possibly see the portal 你觉得这个海报 你在哪边最有可能 possibly 看到呢 学校还是超市市场 market这个字是市场 你会在市场看到呢 还是会在hospital 医院 还是在any fan factory 还是风扇的工厂 不可能在工厂 对不可能在学校 就是在市场最有可能 所以答案是b选项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课 英文第六课 英文习座的解析咯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希望这样的帮助 各位队友老老实实的听 并且把笔记做好 欢迎你拿过来给老师加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